电影来瞎看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 我是老二 阴阳气内外的相互斗争到一定程度 就会迎而外溢 受到外在的作用而扩散 就有一而为风 相互斗争到某种程度 就生而为云 在上空的生气受到外来的冷生气 就降而为雨 所以风云雨 都是由生气的变化而成 生气在地中发生 发展变化 最后发出地面而生乎万物 反过来说呢 世界的万物都是生气所生 人也不能例外 父母的身体是生气所生 而人子受体于父母 父母的生气衍生人子的生气 所以本亥得气 遗体受阴 遗体说的是祖先的活体后代 也就是后人 这才有了华夏民族历来很重视 丧葬的习俗 先人葬的有利 后人就能承蒙阴壁 想要葬的好 就要成生气 可如果葬的不好 那后世子孙 定然会是多灾多难 咱们今天的影片呢 正是和此有关的破幕 提前和大家预告一下 关于影片中的两处阴宅风水 老二和小鸡特地请来了 全球周易高峰论坛 授予的中华金牌风水师 天界山人李洪亮老师 为大家做详细解答 移居美国的朴氏家族 先人就葬得不好 所以家族的子孙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听到骇人的惨叫 还有自己被掐住脖子的绝望景象 这种情况通常会考虑遗传病 之后还会归咎于家宅风水 但朴氏家族的怪事 并不是这些原因 而是因为目风不顺 也就是祖坟之祸 一定是现任家主朴志勇的爷爷 葬得不好 才有了后代子孙的怪事频发 给出结论的是巫女李华林 刚一开始 朴家人对华林并不信任 直到他用口哨召唤鬼神 推测出朴家的现状后 管家才把华林和助手凤吉 带到了家主志勇面前 不仅如此 华林和凤吉还稳定住了朴家长孙的病情 孩子在医院中查不出任何问题 却总是游离在生死之间 护身符置于婴儿腹上 配合雷霆欲输宝经 成功稳定住了孩子的魂魄 但要想解决整个家族的厄运 就必须要破土开幕 签仙人祖坟 不过这些并不是华林和凤吉擅长之事 他们还要找帮手 风水师金尚德和藏仪师高荣根 此时的两人正在帮金氏家族检查阴宅 尚德当初选中的风水宝地 使得金家人人健康有福 生意也蒸蒸日上 所以这块祖坟没有问题 尚德更是亲口尝了下泥土 确信了自己的猜想 至于金家人最近遇到的怪事 则是因为小孙子偷藏了奶奶的假牙留念 这才导致了仙人的托梦 离奇之事轻松解决 尚德和荣根在店里喝起了庆功酒 闲聊之中 荣根聊起了自己的疑惑 今天的那块地真的好吗 玄武看起来有点模糊 白虎的形状也有些不对 跟尚德合作了多年 荣根也快成了半个风水师了 但树叶有砖功 在尚德眼中今天的这块祖坟只能达到65分 即便如此也已经很难得了 韩国的风水宝地已经越来越少了 就连自己风水师的职业似乎也要失去价值了 不待他过多感叹 华林和凤吉已经赶来会合 四人随即交流起朴氏家族的情况 说起朴家 华林也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单生意是经中间人介绍的 朴家从智勇开始就入了美籍 他的父亲也还是韩国人 这家人非常有钱 并且是没来由的有钱 他们怎么发的家 怎么积累的财富 这些在韩国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 至于后人们出现的病 定然是鬼病无疑 虽然不到附身的程度 但一看就明白是目风所至 中顺常年瘫痪在轮椅上 大儿子也自我了结 现在到了智勇的儿子 府一出生便怪病不断 查也查不出原因 现在智勇将希望全部放在了华林和上德四人身上 希望能改变家族的厄运 然而智勇的母亲并不相信几人 更何况尚在韩国的智勇姑姑也不见得会同意 智勇母亲觉得大家一起祈祷坚持治疗孩子总会好的 况且他们一家人已经离韩国很远了 只要安分度日就会没事的 但是孩子又一次的病危抢救 彻底让智勇下定了决心 想要遣坟就必须先要观察山川地势 路途中上德和荣根两人聊得很开心 因为朴家给出的报酬实在是丰厚无比 也正因如此让尚德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他事先会摸清世主家族成员的风平和职业 之后再开始工作的 但不知为何智勇对此躲躲闪闪 似乎在刻意回避家族的历史 并且他要求尚德对今天之事全部保密 祖父的尸骨出土后也要立刻火化 包括棺材统统烧个干净 这话让尚德一愣 难道朴家不准备开棺吗 正常的流程需要通报区政府 开关后由藏医师收敛遗骨 最后才能牵葬或者火化 智勇奇怪的要求让尚德很是无奈 不过想到那一人五亿含元的报酬 他也只能说先看看木质吧 随着汽车慢慢驶入江源道北部的山区 尚德和荣根内心莫名的不安起来 这家人实在奇怪 遗骨不检查不说 就是洗脸也不打算做 难道是棺木中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说话间车子路过了一座宝国寺 秀气斑斑的指引牌瞬间吸引了尚德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自己一定会来这里 此刻几人已经来到了山脚下 驶过湾岩的山路之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不曾想通往山顶物质的道路 竟然被朴家封锁上了铁门 看来朴氏家族肯定不简单 尚德深吸了一口气 跟在众人身后缓步前行 通往山顶的路上 两侧尽是茂密的大树 但是怎么看都没有朝气蓬勃的生机 反倒是舍人心魄般的阴森诡异 而且建在山顶的墓更是罕见 包括这座山 尚德都是第一次来 他本是将韩国八道山水铭记于心的人 但此处尚德竟然不知道 那就意味着志勇爷爷的墓直 绝不是什么风水宝地 不仅如此 华林甚至看到了林间和自己对视的狐狸 带众人来到山顶 只见得一座孤零零的坟营 立在阴暗的密林前 尚德仅仅尝了下周遭的泥土 便立刻眉头紧皱 看了四下的山川走势 尚德俯身端详起那没有明慧的简陋墓碑 据志勇所说 因为爷爷为国立下了大功 所以特别请了法号为齐顺爱的高僧 选定了此处宝地 至于这简陋的坟种 是为了避免当年猖獗的盗墓行为 僧人看风水 这本就离谱万分 再加上那奇怪的法号 让尚德更加眉头紧锁 而面对同伴三人的询问 尚德更是一言不发 反倒转身找上志勇 直言自己办不了 说完这话 尚德也不顾众人的反应 只身快步下山 直到坐回车上 他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三人一路追下来 仔细问询原因 尚德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如果动了不该动的墓 那么不死也得退层皮 他从业四十多年来 从未见过朴家的这种阴宅 简直是恶地中的恶地 这里绝不是人能安息长眠的地方 其实从刚上山 尚德就觉得不对 在韩国的习俗中 墓和狐狸是相克的 狐狸有挖土的习性 被认为会破坏墓地 损伤遗骨 也正是因为尚德的反应 让志勇更加确信 自己家族的厄运 的确来源于爷爷的墓 他不愿就此放弃 特地请来尚德和华林 希望再做努力 志勇这么做 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他那未经世事的孩子 但对尚德来说 这些不过是说辞罢了 朴氏家族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墓碑上有着一串奇怪的数字 竟然是精维度的坐标 那个法号齐顺爱的僧人 为何要精确到如此地步呢 恶地千分 无异于徒手挖地雷 尚德再一次拒绝了志勇的请求 谁知华林却直接说出了解决办法 代杀术 杀死动物献给神 以此阻止凶事的发生 也就是说 华林准备将巫术与千分同时进行 不仅如此 他更是威胁尚德 要换其他风水师来合作 这一下尚德算是没了退路 只能叹着气选择同意 名为代杀术 也是一种又称为转恶的欺骗性巫术 以猪血涂抹于五名属猪的工人额头 以工人毛发置于猪口中 这便完成了五名工人 与五头祭祀替代品相互连接 再由此五人进行动土器官的工作 这样地中冒出的阴气 就会顺势导入替代品 最后用华林做法驱除即可 随着荣根念诵完 告辑住词 凤吉立刻开始吟唱 而华林拿起双刀 闭目舞动起来 脚步跟随古典的节奏愈发加快 在华林一声来了之后 他挥刀滑向腿部和脸颊 结果出乎意料 华林竟然毫发无伤 不仅如此 他更是将手伸进火盆 将刀尖砸向自己的喉头 这样的仪式在证明着 华林此时已有神明在身 当他再次挥刀之时 准备好的祭品上 依然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 神明一到 破目开始 志勇手持铁仙拍向本包 大喊 破目 随后五名工人纷纷动起手来 整个过程中 华林都在不断舞动 更是将动物的鲜血涂抹满脸 很快工人们挖到了棺果 华林的仪式也就此结束 荣根端着一碗粗盐 一一砸向五名工人 尚德则来到土坑之中 端详起被红布包裹的棺木 红布上模糊的字样 似乎让他有些疑惑 可当尚德看向志勇姑姑时 老人却刻意避开了目光 仿佛在回避着什么 因为志勇不打算开关 所以众人只需将棺材带到火葬场 一把火烧掉即可 临行之前 尚德将一枚鸭剩钱扔入土坑 以此感谢土地对人类的恩德 荣根更是叮嘱五名工人 今天不能吃荤腥 但工人们并没有将 今日的工作当回事 反倒是在众人走后 重新返回土坑 希望找出些什么值钱的陪葬品 然而陪葬品没找到 工人昌民却发现了一条 奇怪的赤链蛇 为什么奇怪呢 因为那蛇的头部 竟是如鬼似妖般的女人脸庞 这不正是日本神话中的乳女吗 可她的出现 往往还会有牛鬼随之出没呀 昌民不宜有她一铲子狠狠砍下 不想一声人类般的惨叫 瞬间划破天际 下一刻天空中乌云密布 暴雨倾盆而至 上德众人的行程也被搁置半路 因为在雨天火化 王者是绝对去不了好地方的 所以既定的当日火化只能推迟进行 但朴家的火化本就是没有上报的隐匿行为 好在荣根打点了附近的医院 这才有了暂时停关的地点 直到此时朴家还是对上德几人持怀疑态度 智勇姑姑更是反对火化的决定 想要将父亲偷偷牵入立州仙山 智勇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说自己没有透露过多信息 看来他对姑姑的说法根本不屑一顾 智勇一家对上德终归是有了隐瞒 这又将带来何种变故呢 安置好了一切上德驱车折返 来到了那座宝国寺 在听到智勇口中的齐顺爱高僧后 他便开始怀疑起这寺庙 然而僧人却并不知道齐顺爱之人 不过僧人倒是听说过山顶那座坟种 据传说那座墓可能是朝鲜首富的 也可能是座亡灵 这自然吸引了不少盗墓贼前来 结果那些盗墓贼突然间被一网打击 甚至连墓旁边都没有去到 似乎那里暗中戒备森严 生人根本无法靠近 那帮盗墓贼遗留的工具 至今还仍在宝国寺的仓库中 但尚德不曾想到 就在他了解山顶墓种的同时 恐怖已然降临 被打点过的院长贪得无厌 竟趁着戎根外出吃饭的时间 私自撬开了棺材盖 虽然华林和凤吉适时赶到 结果却还是没能阻止邪灵的出跑 无形的力量伴随着愤怒苍老的嘶吼冲天而起 直接将华林撞晕倒地 等他在医院清醒之时 鼻血竟毫无征兆地喷剑而出 华林明白棺材里面的东西出来了 他凶邪无比 只一瞬间远在美国的瘫痪老人中顺 竟然开口喊起了 父亲 而在无人的四周竟有着一个苍老的声音 回应般喊道 忠顺我的儿子给我开门 老人像是看到了什么 一般微笑着打开了窗户 一阵微风转瞬即逝 下一刻老人身后发出了莫名的咀嚼声 餐桌上的食物漂浮在半空 一点点消失不见 忠顺没有看到他脑后的窗户倒影 早已给出了来人是谁 正是哭高猙獰的饥饿厉鬼 他俯身贴在忠顺儿侧 倾诉着自己在地下的痛苦 随着娇黑鬼手深入一惊 忠顺爆发出一阵阵冰死的哀嚎 不仅是他 就连志勇母亲也未能逃过凶恶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正和看不见的厉鬼偏偏起舞 远在美国尚且如此 身在韩国的志勇更是插翅蛮桃 华林顾不得自己的身体 赶紧找来尚德商量对策 他让尚德赶往首尔与志勇会合 自己和凤吉荣根在停尸房 进行招魂仪式 那厉鬼在地下痛苦呼喊了 百年始终没有后人救他出去 所以如今的他只有无尽的憎恶 厉鬼会找上自己所有的血脉至亲 一一虐杀 事不宜迟 华林立刻摆上祭品银唱起招魂曲 凤吉手持招音松针立于正中 戎根则用麻绳紧述凤吉 以免厉鬼上身之后做出伤人行径 随着震天的罗声愈发加快 凤吉猛地扔掉手中的松针 缓缓抬头呆立在原地 可戎根已然看出了不同 因为对面铁柜上倒映出的人 根本不是凤吉 而是一身古老军装的灰白厉鬼 下一刻被附身的凤吉猛地冲向华林 怒目圆 邓仿佛有着说不尽的愤恨 他宁笑着宣誓 自己将要带走所有子孙 一个都不会幸免 话音刚落 大量黑鞋从凤吉口中喷涌而出 厉鬼就这么逃脱了华林的阵法 这招魂仪式还是晚了些 厉鬼已然招上了志勇 他入住的酒店名为The Plaza 对面正是古代的景福宫 早年间的朝鲜总督府 愤怒的鬼毫在耳边肆虐炸开 志勇浑身冷汗地从噩梦中醒来 打口喘着粗气 还不待他稳定心神 尚德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事发紧急 尚德已经快要到达酒店 但话还没说完 门外却响起了焦急的敲门声 志勇疑惑地出言询问 不想门外之人竟说自己就是尚德 那电话中的人又是谁呢 或者说 哪个才是真正的尚德呢 电话中人听到志勇的话 瞬间紧张起来 告知了棺木被打开的事实 他让志勇千万不要相信敲门之人 静静等待自己的到来 就在这时 门外之人似乎听到了屋内的对话 瞬间变得暴躁起来 疯狂砸动起房门 电话中的尚德也听到了声响 立刻指挥志勇千万不要回答 就连听都别听 现在马上打开窗户 您的爷爷会保护您的 你必须要请爷爷进来 此时的志勇已经被吓得手足无措 他颤抖着来到窗边握上把手 不想电话中的尚德似乎能看到志勇的行动 竟愤怒出声让志勇打开窗户 被吓到浑身矩阵的志勇打手一抖 顿时推开了玻璃窗 肆虐的狂风原地炸开 电话中的尚德爆发出一阵得逞般的鬼笑 下一刻爷爷那猙獰的鬼脸 便出现在了志勇身边 原来电话中的尚德才是厉鬼所办 而门外之人正是真正的尚德 等他喊来服务员破门而入时 志勇正站在茶几之上 面对前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的位置 庄严参拜 继而高喊起侵略者们的口号 做完这些 星红的鲜血自口中喷泊而出 本以为志勇会就此死去 但结果并非如此 平刻之后 清醒过来的他起身来到冰箱前 大口大口喝掉了无数的水 等他终于平静下来 尚德刚准备开口解释时 志勇却意外出言 狐狸斩断了狐妖 话音落下 志勇超出场底的180度转头 生生将自己扭到昏死 显然他的体内正是满含对后代怒火的爷爷 而下一个就轮到了那医院中的志勇儿子 眼见事态紧急 荣根和华林立刻拉上棺木前往火葬场 尚德则联系朴家的长辈 希望取得火化的批准 时间已经不容所有人多想 因为那阴冷是杀的厉鬼 已然来到了孩子的病房中 待到夜深人静之时 漆黑的鬼手悄然伸向了孩子的心口 随着鬼手轻柔的转动 孩子的心跳转瞬间来到了二百以上 千军一发之际志勇姑姑终于同意了火化处理 尚德立刻通知荣根按下了点火箭 连杀数位亲人的厉鬼终于隐去了身形 带着不甘的嘶吼永远离开了人世间 本以为朴家之事就此结束 然而还没安生两天 之前做替身的工人昌民便出了事 他告诉了尚德自己看到的怪蛇 希望尚德能帮自己超度 因为自那天之后 他便浑身发冷眼前幻象不断 甚至会双目流血 一听这话 尚德再也不敢停留 立刻驱车赶往墓地 自他刚踏进山门开始 无数狐狸便倾巢而出 紧紧盯着这位不情自来的拜访者 急铲浮屠过后 尚德便挖出了昌民口中的怪蛇 当看到那长着人头的蛇身后 饶驶身为风水师的尚德 也不禁连连后退 还是用铁铲扎入土层 这才帮他稳住了身形 可就是这一下让尚德发现了异常 那志勇爷爷的棺木之下 竟然还有这一举棺材 而且这棺材竟然是树葬 树葬是指将死者的遗体 放置于一个树像的葬墓内 树葬一般只用于帝王贵族和富裕家庭 因为要求有足够的财力和社会地位 同时需要建造雄伟的墓穴 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声誉 并且树葬还必须在蜻蜓点水穴内 这样才会有先人竖着葬 后人一定旺的效果 可这具棺木显然不是 还被铁链紧紧束缚 似乎是不想被人从外面打开 又或者说是不想让里边的东西出来 诡异的树冠加上之前的棺木又是一处叠葬 这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华林下意识地提醒道 这具树冠已经不在他们的工作之内 还是不要管为好 但尚德却认为 这肯定是同家族的人 先挖出来再做打算 等到棺木露出全茅容跟顿时疑惑无比 如此高大 里面真的是人吗 巨大的棺木根本不是四个人可以抬动的 所以自打这具棺木出土 便一直在地上拖行 这不也是犯了忌讳的吗 可四人并未说什么 拉上诡异的棺木一路来到了宝国寺结束 尚德也同时告知了志勇姑姑 带安置好了棺木 华林在周围倒下一圈厚厚的糯米 再以马血环绕其上 等志勇姑姑赶来 听到谍葬的情况后一样诧异无比 他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 但其实尚德早已猜出了志勇爷爷的身份 中书院副议长侯爵朴根贤 原来志勇的爷爷是位非常有名的政客 而且是出卖韩国 投靠侵略者的高官 这样看来当年的高僧之所以会把他葬入兄弟 就是为了报复他的卖国行为 这或许就是志勇一家移居美国的原因吧 他们不想再和爷爷扯上瓜葛 所以也无人再去祭拜亡人 也就造成了利鬼施杀子孙们的残剧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高僧齐顺爱根本就不是韩国人 反倒是日本人 俗名村山淳二 不仅如此 他更是一名摸透了朝鲜山川地势的阴阳师 这就让姑姑很不理解了 父亲明明尽忠无比 可为何最后会被葬到那种大兄之地呢 所以这具树葬的棺木 朴家任由几人处理不再过问 既然如此 这具诡异棺木肯定是直接烧掉的好 死人一商量 决定天一亮便出发 彻底了结朴家之事 温热的饭菜 醇香的深酒 暂时让众人卸下疲惫 沉沉睡去 只有华林似乎心事重重 因为自打听到了村山淳二的名字后 他便感觉不对 华林独自来到车上 拨通了师姐光芯的电话 这一问不禁让华林冷汗直流 村山淳二不仅是一名阴阳师 还是一名狐妖阴阳师 两人的师父曾见过他 还说此人命柱过凶 根本不是人类所属 一瞬间 华林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他轻声呼唤其婆婆 老人的魂灵也立刻出现在身后 这可能就是华林身为女巫 供奉的神灵 但即便如此 依然没能阻挡恐怖的发生 汗水中的绒羹突然呼吸困难 紧接着便是凤吉 等他睁开双眼 竟看到保国寺的僧人伤痕如钩 满身鲜血地站在自己身上 嘴里还不断重复着 有个家伙抛走了自己的肝 凤吉瞬间明白 僧人已经遭遇不测 自己是被鬼压了床 他紧闭双目默念经文 手指在地上缓缓画下金光灰 皱臂屏息 凤吉顿时坐起身来 僧人的鬼魂同时消失不见 略以稳定心神 凤吉立刻穿衣来到屋外 看着那阴森有黑的仓库 凤吉心中愈发坠坠不安起来 可检查过门锁却又是完好如初 就在这时 山下的村庄中传来莫名的残叫声 凤吉寻声而去 在农舍中看到了令他亡魂 揭冒的一幕 农夫被一个高大的人形物体 举之半空 生生撕扯而亡 农夫的肝脏同样不知所踪 凤吉知道出事了 他折身返回寺庙 叫醒华林 先行打开了仓库房门 就在华林准备跟上时 婆婆的魂灵突然现身 想要拉下他 如此举动令华林一愣 他明白 婆婆似乎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那一定是无比凶险的对手 甚至会让自己失去性命 但是他又怎能放任凤吉一人 陷入危险呢 当再次看到那具诡异的棺木时 华林和凤吉不约而同 瞪大了双眼 铁链寸寸崩断 棺木正中 炸裂开来 不正是一个人 挣脱出来的景象吗 再看屋顶 同样有着一个偌大的破洞 直到此时 华林方才想明白 为什么这具棺木是树葬 为什么棺中之物 能避开自己撒下的 马血和糯米 因为这具棺木根本就是从上方进行的封印 棺材平着放 振服自然就失效了 意识到大事不妙 华林立刻让凤吉叫醒所有人 自己的留下细细查看棺木中残留的信息 竟然是一具日本武士的头盔 下一刻华林心有所感扭头看向屋外 一道硕大的身影伴随着盔甲晃动的声音缓缓走来 整个脚掌皮开肉绽 心血横流 只是一眼华林并明白 这就是棺材中的大凶之物 那身影并未走远 反倒是有意识般来到了门口 再一看 果然是全身日本武士的盔甲 他竟然口出人言 一问为何大门打开了 难道是有人类吗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让华林抖如筛坑 他立刻跪伏在地 用日语回复起来 想要以此迷惑面前的邪物 但华林没想到那邪物自称大名 还问假扮手下的华林 是否备好了香鱼和甜瓜 话音刚落 一具人头锒铛落地 邪物却瞬间消失不见 华林顿感不妙 下意识看向房顶破洞 没成想 那邪物竟有着超高智慧 从洞口查看华林的身份 大战一出即发 华林快步冲出仓库 可邪物怎会放任他离开呢 正宁的鬼区飞身追来 正迎上了赶来支援的凤吉 但区区凡人 怎是这恐怖邪物的对手 只一个照面 凤吉便双眼冲鞋 被邪物洞穿了腹部 此时的华林哪还有反抗之力 他瘫软在地步步后退 幸运的是 华林来到了塔林旁 而那邪物一看到佛塔 顿时停下了脚步 双手合十 虔诚地送起佛经 下一刻 邪物竟凭空灼烧 化为一团火球冲天而起 消失在夜色之中 火球冲去的方向 正是那山顶的墓种 耀眼的光亮转瞬即逝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智全无 还是凤吉痛苦的身影 唤醒了呆傻的华林 三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 看着官方定义为野雄伤人的报道 众人心中军事无比复杂 华林更是满怀愧疚 早年的凤吉身受神病之苦 他不顾家人们的阻拦 毅然败入华林门下 可现在凤吉却为了保护自己 而命悬一线 好在华林并没有因此失去理智 他仔细回想了邪物的特点 有脚印还有影子 他根本不是鬼 而是精灵 或者说是人咒 这是人或动物的魂赋 在某件事物上 共同进化而来的产物 但这人咒事和底细从何而来 又为什么出现在朴家人的墓中 华林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幸运的是凤吉暂时保住了性命 然而尚德却仿佛想到了什么 他看着墓址所在山脉的照片被标上了脊椎的称呼 再联想被附身的志勇那句狐狸 斩断了狐妖 尚德好似明白了 他立刻驱车返回宝国寺 找到了当初那群所谓的盗墓贼的行李 果然在墓箱的阁层中他发现了一本笔记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在风水穴上朝鲜国土的形状是老虎 那墓碑上的经纬度正是墓直所在 也就是老虎的腰部 狐妖阴阳师一定是在那里狠狠扎了根大铁针 以此破坏朝鲜的龙脉阻断起国运 而那群所谓的盗墓贼全是保护龙脉的忠义之士 他们走遍每一处山川拔掉了无数的铁钉 却在狐妖处被全部抓走 也正是因为此处地点的重要性 才会将身为高官的志勇爷爷埋葬于上 掩盖铁钉的存在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咒此的军事凶物 自然也是为了守护铁钉 这一点是被人咒控制了心神的凤击 清空所言 华林特意喊来师姐光星和师妹词汇 以持住指咒为影 开始了特殊的鬼怪游戏 三人成功唤醒了凤吉的灵魂 可结果他却已然被人咒迷惑 称呼其为主人 是斩杀万人而成神的人 他的任务就是守护那处墓址 而上德早已知晓了人咒所在 因为他亲自重返山顶 挖出了沉睡的邪物 再次直面那具头顶生脚 灰暗猙獰的鬼脸 上德依然被吓到踉枪倒地 也正因如此 上德下定决心 必然要拔出那阻断国运的铁钉 同样的 人咒正是附身在铁钉上的精灵 拔出铁钉 凤吉很可能就会好转 不仅如此 他们更有义务守护自己生长的土地 也为自己的子孙保存那绵延的国运 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却很难呢 人咒是不能被消灭的存在 即便无怨无仇 也会在一进身之后 就对来者傻无赦 不过 华林可以将其暂时引出来 为上德争取拔出铁钉的时间 说话间 凤吉的病情再次恶化 伤口渗出大量心绪 可正是这一幕让华林看出了异常 人咒伤害凤吉的位置 正好避开了他皮肤上经纹的纹身 那经纹真正的出处不是什么竹筋 也不是什么太乙宝神经 而是太上太清 天同护命妙经 似乎看破了人咒的弱点 三人立刻备好香鱼 在全身写下经纹 毅然前往山顶木址 从木坑到山顶的苍天古树 一路上洒满了香鱼 那是人咒生前的最爱 他一定会寻鱼找来 而那里就是华林所在 将借助古树假扮树林 迷惑人众 当然被控制的凤吉一样危险 所以光星和慈慧守护左右 两人用攻击替身凤吉 保其猪拳 随着夜幕降临 土坑之中已然发生了变化 锋利如刃的鬼手 破土而出 一把抓走了坑边的香鱼 而远在医院的凤吉 同样牙齿如洞 似乎在享用梅味一般 下一刻那具令人胆寒的身影终于出现 一路走向古树 华林快步跑到古树旁点燃熏草 浓密的烟雾顿时冲天而起 不仅如此 香鱼路尽头放着的 正是仁咒找寻的头盔 见正珠一道 华林借助古树之身 庄严出声 身为树林 他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山头 但此时的人咒对年代毫无感知 认为当下还是战乱年代 至于他自己的身份 仁咒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正是胡摇阴阳师将原本埋葬在大德寺的他挖了出来 本要迁到南山的朝鲜神宫 不想最后竟被葬到了此处 可能是阳城天皇的子孙们所为 又或者是摘腾时所为 不论如何 当下的世界是和平的 华林警告仁咒 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谁知仁咒竟狂笑出声 坚持自己要手持刀枪继续向北 绝不后退 因此人猙獰的鬼笑让华林浑飘神荡 他本想询问更多 但那仁咒显然对所谓的树林不限一顾 他声称自己虽然在官员被敌将斩首 可他已然战胜肉身 视为战争之神 是狐妖阴阳师对他下了诅咒 这才有了守护此地的使命 然而此时的华林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惧 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不禁颤抖起来 一不小心 他忘记借助古树的力量 松开了双手 并且让仁咒释放他控制的人 正是这句话 暴露了他根本不是古树之灵 下一刻 仁咒的鬼脸惊陷在身后 他已经识破了华林的人身 危急时刻 华林的守护神灵现身 护住了他的中拳 逃命途中正遇上了慌乱找来的绒根 他和尚德费尽力气 却始终没有找到铁钉所在 话还没说完 漆黑的密林突然被火光照亮 仁咒已经化为火球飞回了木坑 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尚德还在那里啊 等他被身后的光亮唤醒时 已经来不及逃了 仁咒看着弱小苍老的尚德 鬼手直接刺破皮肉 抓住了肝脏 同时嘲讽出言 尚德身上所写的经文 自己早就背了下来 他不是害怕 而是尊敬 五百年前的他也是虔诚的信徒 而尚德没有找到的铁钉 其实就是仁咒本身 原来 阴阳师将仁咒的身身挖出 生生割下头颅 把象征着铁钉的武士刀 刺入仁咒体内 最后再将身手缝合 也就是说 仁咒和他体内的武士刀 就是狐妖上的铁钉 眼见尚德陷入危机 华林和荣根立刻将麻血洒下 浓重的阳气令仁咒身受重伤 浑身着烧之物四起 吃痛的他瞬间退回木坑 远在医院的凤姬一样感同身受 甚至警告仁咒不能再被发现了 可明白自己使命暴露的人咒 哪会善罢甘休 他顶着残破之躯 亦能轻松重伤华林与荣根 眼见两人即将命丧黄泉 尚德突然间想明白了一切 木坑是土 土之气韵之上 火水木金构成四界 这是中土五行之说法 而水克火木又克金 所以这恐怖的人咒 需要水木来斩杀 那断裂的木棒正是木 尚德满身的鲜血就是水 涂抹血液的木 就是这凶恶人咒的天生克星 随着木棒一下下披落 人咒逐渐不知跪倒在地 奄奄一息的尚德没有给他机会 再次以自身鲜血覆盖木棒 重重砸下致命一击 人咒终于化为烟雾 消散于世间 华林和荣根来不及庆祝 两人发疯般冲向昏迷的尚德 一路将其送至医院 好在经过抢救的尚德 逐渐恢复了健康 而早在人咒被消除的那一刻 凤吉便口吐黑血 恢复了正常 时间转瞬而逝 一晃便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 似乎所有人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但那段恐怖却骄傲的经历 却又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是从这件事后 四个人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的合作伙伴了 他们更像是共同历经生死的家人 全篇完 破目终于是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整体观感还是不错的 不过有很多疑点 相信小伙伴们不是很明白 那么老二就来说说自己的观点 先要说的就是全剧最终的燃点 尚德以五行之法消灭看似无敌的恐怖邪物 但是剧中的那套说法似乎是站不住脚 大家听听老二的理解 首先木坑是土 大明是火 武是刀是金 棺材是木 乳女是水 这是一套完整的五行 破目之前 乳女的水加上棺材的木 一直在压制着火金的大明和武士刀 因为阴阳师的目的是保护铁钉 而不是让大明作乱 工人杀了乳女 克制就此失效 还有大明为什么掏人肝脏 因为肝脏属木 木生火 自身为火的大明自然喜欢肝脏 其次五行所以相克相害者天地之性 众圣瓦故水圣火也 精圣尖故火圣金 刚克柔故金圣木 砖圣散故木圣土 石圣须故土圣水也 但是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易 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 五行除了相生相克还有相武的关系 比如说金刻木 但是水生木 所以木加上水使得木过剩 导致原来刻它的金被反向克制 木器过于抗盛 其所不胜行金不仅不能刻木 反而受到木的欺误 出现木反五金的逆向克制现象 这种现象称为木抗五金 这就有了尚德利用施木斩杀火金的人咒 同时火和金的组合本身就存在火克金 两者相容本身就在相互消耗 可以看为能量很小 但水和木的组合水生木 所以两者的力量就比较大 所以施木能打败燃烧的铁 另外说一下中土五行 是土居中央木火金水四行位于四方的五行模式 是突出了土生万物土控四行的作用 与我们一般所认识的五行生科制化的模式有差别 中土五行模式 源于古人对方位于季节认识的和图洛书 第二个就是仁咒大名的身份 它更像一个融合体 在官员战役被斩首葬于大德寺 这点看是石田三成 他所说自己超脱肉身 其实是说自己葬于寺庙 受香火供奉 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飞生成仙 手持刀枪不断向北 这又是忍臣之乱 物良哈之战的参与者家藤清正 香鱼和甜瓜也有所暗示 知田信长的家乡 祈福盛产香鱼 德川家康则是喜好瓜类 以此来区分东西两路军 整体来看 这部电影绝对值得一看 也有很多网友说 电影借鉴了一部经典的小说 这个问题就只有见仁见智了 最后老二进小说中的诗来做结尾 呼应一下本篇的核心主题 青山南祖洪流勇 唯有血肉铸长堤 三尊作下难服命 苍生得度 为我去